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全民大家都非常关心 因为呢这是台北市长郝龙斌他最新抛出这样的议题 他说这个公务员如果呢是加薪的话 他觉得可以带动民间企业一些这样一波的加薪潮 而到底呢现在包括了这郝龙斌 或是呢包括了立委或是行政院长吴敦毅 大家怎么看这到底呢要不要加薪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他们的说法 中低层公务员调薪 你才能带动整个企业界调薪 让基层的劳工基层的民间企业工作同仁 也能够达到调薪的结果 与再来加薪呢 是不是对于我们全体的国民 现在失业率还算高 还有好多民众生活的状况并不理想 我们应该努力全力以赴 先让全民大家都感觉到景气 真正的复苏啦 那个时候再来考虑加薪 是不是会比较合适 毕业生找不到桃楼 起薪也一直往下掉 那在这种时候 那好市长丢出这样的题 用心当然很白啦 好刚刚看到这三方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先从呢 这大家的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我们全民呢 是不是要为这样的加薪来买单 我们看到 现在是有一个加薪的估算啊 如果呢 现在这所有公务员加薪1%有人估算 包括了这样的一个预算 就超过71亿 然后如果是3%的话呢 估算就要超过214亿 而目前呢 其实政府呢 我们累计负债是达到4.96兆 但其实呢 好龙兵娜的说法是说 希望呢 因为景气回来了嘛 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加薪的机会 公务员加薪了 民间企业可能会跟着加薪啊 这样说法 不知道呢 这个大家听到会不会认同 我们不晓得 不过我们请教委员好了 现在到底呢 现在这个情形呢 到底我们立委怎么看这件事情 今天好像早上你有被记者访问吗 是的 对对对 现在您怎么看呢 你本身 我认为说加薪的问题 基本上是 不是要不要加薪的问题 是时机的问题 像今年的政府的收入 它仰赖的是从去年估算出来的税收 然后今年的经济状况 反映到明年的税收 那政府一定要有税收 才能够支付公务员的薪水 那政府如果税收没有增加 要去增加公务员的薪水 就必去举债 那举债加薪 可能人民不太容易谅解 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好方法 那我基本上同意几个观点 第一个 我们的公务员跟基层劳工 的确是有长达十年 薪水没有太多的这个调整 这一点是政府要来努力的 那第二点我们要考虑说 公务员的加薪 跟一般劳工的加薪 性质又不一样 因为在企业界劳工的加薪 通常不一定从 每个月的薪水里面加 而是加发年终奖金 加发秋节奖金 所以很多公务员就很羡慕 某某企业尾压的时候 要宣布加薪三个月 加薪八个月 还有加薪十几个月的 所以它不是每个月调的 那公务员不可能说 在年终加那么多 它不是盈利事业 所以只能从这种所谓 微服调整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同意第二个观点就是说 如果说公务员的加薪 中低公务员的加薪 当然高公务员 以我们的公务员体制的话 是中低跟上面一起加的啦 加薪的话的确 会有部分的效果 会使得基层劳工的薪水 跟着带动来调涨 这效果是会有的 但效果会不会很大 目前经济状况不好的 不会很大 经济状况好的话 效果就会很大 所以我如果是依我个人判断 要加薪的比较效果 应该是在明后年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财政状况 我估算的结果 因为我们经济成长 超过10% 所以今年的财政收入 反映到明年去的话 应该会有很好的成长 所以说成长的话 在明年来编预算 决定后年的加薪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时机 那今年是绝对不可能加薪 为什么 因为今年预算都编好了 是不可能加薪 你要用什么追加预算的话 只是被骂的臭头而已 因为主席说说 大概一二十年 没有看到追加预算 这样的做法 不过沈大佬您觉得 他这样的一个推论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好 您听他说 这样公务员先加薪之后 慢慢的会不会带动 民间企业加薪 您觉得他这样的推论呢 我觉得不是哪方面来的逻辑 我同意蔡委员的讲法 他自己人都不好意思说 这个逻辑是通的 我怎么会赞成呢 那三个人的讲法 我觉得苏正的讲法 我同意 这个动机很白 太白了 就是为了选举 而且真的没有加薪成功的话 郝隆斌也收览了一部分 公务人员的心 就是说他在带我们身上 加不过不是他的事 这个真的是很白 我以前马英九上任两个月 我就讲说马政府是一群 就是不太能干的好人 我现在不晓得郝隆斌的团队 是不是好人 我没有研究过 但是不太能干 一样也是不能干 你想郝隆斌这个idea 会来自他自己吗 一定是他的团队给他设计 说这个是笑破人的嘴 笑死人 真的真的是不可取 我觉得吴奎 吴敬毅 以前我对吴敬毅还算好 我们慧文都把他骂得一无四处 但是我觉得今天吴敬毅的回答 我是认同的 我觉得举债 举债来加是 当然这个理由不是很很好 但是我可以听得进去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赞成嘛 但是问题是同样的国民党政府 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 是在同一个都市里头 隔魁竟然跟这个下一次的 这个市长候选人竟然不同掉 这些人到底条件也搞得很奇怪 那郝隆斌那个理论更不通了 民间要不要加薪 民间怎么加薪 不管你的事 利免操还 不管带动有多少效果 那不是你的事 那我认为薪水不薪水 就看你公务员如果有缺 向外招收的话 看多少人败烈嘛 哪个败烈有够重的 你们烦恼真的不用均衡 民间又更不用烦恼 民间他只要招人 如果人家去之肉物 这个要来的人很多 他不会加多少薪水 而且这是景气复苏的景气 使这个财 这个什么贫富的差距 拉得更远 因为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转单这些东西 他实际的这个科技业 升起来之后的景气复苏 跟以前的复苏不太一样 就是说有些人他的失业 是永远的失业 那个职业再也不会回来 他要重新学新的 他有头罗 所以他这个景气复苏的效果 还没有真正的这个 就转到每一个人的手上 你郝市长你今天如果不是要 竞选连任的话你急什么 你讲这些话 这一听起来就晓得你在干什么 这三个小孩也痛给你在说什么 你讲这个话真的是很不讨喜 不但你那个 现在问题是国民党 不管是哪一个都市 他们都在想固然的这一块票 这个我是可以同情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调的结果是 苏贞昌的绿营的票 几乎完全归对98% 郝鑫鑫的票有20%没有归对 他说20%是台湾公共有关系 他现在讲一讲口慧而识 智不智不管他 他就说要笼络这块蓝的 让他们归对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大错特错 蓝的要不要归对 是现在还有90几天 是最后一个月的事情 现在民进党用尽心思 是要争取中间选民的票 你现在在中间选民的票 郝鑫鑫你也输你知道吗 难道你这块不要吗 你今天几倍你这样讲了以后 那个偏蓝的公务员听得很窩心 就是他们铁票 本来本来就是说20%不归对 现在稍微归了一点对 但是中间选民的票跑得更多 所以郝市长 你经常做的有点不顺的事情 像这一期的好像《青搜刊》也讲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 他都听不清楚了 那些很多重要 所谓都那种火架 材那种火 都死死去 都发野草 真的 那个花博 我跟妳讲郝鑫鑫 这个问题还不是很重要 花博 花博恐怕是你的致命上 我现在在这里 再花30秒就讲 我跟妳讲 当年北京举行试运的时候 北京的人是把试运 看成跟我有关 很热心 我跟妳讲到目前为止 台北人有哪些人 把花博当一回事 花了那么多钱 我觉得效果我替你非常 周杰罗的SHE都来了 像那个是没有 那是那个抹粉的 像昨天大冬冬 大冬冬的什么创意的那个 说到20万人 预计要20万人来 来多少 来多少万人 你讲那些他们都不干 郝鑫鑫你的团队在干什么 你都跟老百姓心里想的 心里要的 都完全脱节 我跟妳讲郝鑫鑫很危险 而且他危险 如果落选活该 你真的很 你真的很不能干 你的团队是很笨 哇 好重 所以大冬你觉得他这个管错事情 不是管错事情 他想不到包嘛 他怕说他 他现在跟苏晨晨不相上下 他一直打开想说 我要怎么领先他 如何打破这个将军 包索很多 你好包不想像我这个奥包 对不对 够了 非常的 非常的蠢 非常的笨 伯伯 霍伟兄刚刚提到 这个有关我们隔魁他们说法 这一次您认同吗 觉得 因为郝鑫鑫他当然 他现在是首都的市长 当然他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那一个台大的教授 然后去当立法委员 然后去当环保署长 现在当台北市长 是我们首都的市长 其实我对郝鑫鑫市长的 那个要求 跟一般的县市长是不一样的 五都的选举 当然台北市因为 郝鑫鑫他是选连任嘛 而且他在首都 所以某个程度而言 他必须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你说台北县 换了候选人台南高雄那种选情 那胡志强在台中又很忙 郝鑫鑫今天 我觉得他不能只想台北市 我希望他把格局拉高一点 因为在将来的2012 2016 甚至2020 说不定的话会看得到 郝鑫鑫的这个身影 所以不是只期许做 我把这个 当然前提是这一次选举一定要赢 那你不能只看这次选举 所以对郝鑫鑫这样的表现 我特别提两个人 一个人是赵绍康 赵绍康是国民党的这个 特别顾问 那 顾而不问 我先给你报告 这两个礼拜 赵绍康不在国内 在国内的话 他才讲这种话 我建议赵绍康 那是谁 赵绍康 你朋友 赵绍康 沈奥要用动作表 赵绍康这个特别顾问 不能顾而不问 那特别赵绍康也选过台北市长 赵绍康之前给郝鑫的建议 郝鑫不听嘛 叫他把公车专用到 自营车专用到拆一拆什么 郝鑫不拆 这个所谓的公务员加薪 如果不是出自赵绍康的点子的话 那我就要提到第二个人 就是这个金辅充 刚沈大导也提到说 有所谓的这个党政的协调平台 那党政协调当然是府院党嘛 你全部都 譬如说这个武敦一院长 或者你成绩低一点 行政院的林中生秘书长 应该先讲了嘛 刚刚主持人你开了三框给我们 最后那个苏仁昌那个不重要 你怎么会让首都市长跟行政院 因为每个礼拜都有行政院的院会 你总部跟我讲说 你找不到吴院长嘛 不可能嘛 那你怎么会忽然丢这个话题出来呢 我本来是很有阴谋 如果想说会不会他们在故意的 就是这个郝龙斌故意丢一个球 然后吴敦一把他打下去这样子 后来现在国民党好像没有这种慧根 就如果最后变成一个乌龙的话 我觉得对马政府 对行政院对郝龙斌通通扣分 对国民党让人扣分 你不能这样子丢议题的 你可以先讲好说 我明天故意骂你 然后你在认错什么 或说我故意说我要加薪 然后你犹豫一下 或说你答应什么的 做求嘛 那是免疫代表的事 没有啦 对那都可以操作的嘛 可是今天郝龙斌就说 我认为公务员要加薪 这个意见 主持人我不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说什么 那个我也不懂 但就为政敌来说 你今天丢这个议题出来 行政院长说可能要追加预算 可能我们明年再看看 摸民党会不仅是乌敦一 郝龙斌也摸民党会 到底是在乌生 我不晓得国民党在这两天 操作这个议题到底 如果是操作议题的话 是失败的 如果不是操作议题 五都剩下不到一百天就要投票了 还在这样搞 我研判 我要借用沈大脑的判断 黄龙斌这样子很危险 我看可能也不用选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 我是看不懂 不会业务 大家刚刚提到这不同调的问题 目前看起来 这个问题很严重 你觉得这对后续的选情影响 这很难收拾 坦白说 无东西现在答应也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你答应你国家明明没钱 你举债来加薪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你郝龙斌又讲了 你难道 你难道一个隔魁 打郝龙斌的嘴巴吗 那郝龙斌要提这个议题之前 难道美国行政院智慧一下吗 所以现在这个议题 难怪沈大脑刚一回国就骂他们 是有道理的 你这个 你自己都是国民党 然后你郝龙斌情况这么危险 你明明知道 那你为什么四天不讲好呢 要不然你就跟吴敦律讲好 你说你这个提出来 人情做给你 我吴敦律 我本来就想加薪了 但是人情做给你郝龙斌来讲 你讲了以后我答应 这个还算好一点 结果你提了 我对你说我做不到 我打你个嘴巴 这个这个 那你现在到底加还是不加 加了老师说也不好 不加也不好 所以现在陷入两难 但是我比较同意 神父雄刚刚讲的 花博 这个花博 花了将近一百亿 然后民众都没有参与感 没有啊 没有一个民众认为说 花博是我们台北市的光荣 而且花博这个办下去 只会挑到毛病 不过大家不会说你是花博办 哦花团紧簇 大家都很漂亮 都一定会找那个花 哪里死了哪里又是摆了不好 哪里又交通管制 一定会挑你这个毛病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难题 他不能不办啊 他不能说我现在花博停了 我现在不办了 所以我觉得 郝龙斌确实这次选举 确实非常危险 不过前几天 其实主计处有公布 这个实质薪资的数字 其实呢 如果扣掉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 还有这些物价的波动 其实我们已经回到 这13年前的一个水准 这个时候 刚好呢 他又抛出公务员应该加 我们一般家庭的实质薪资 都已经回到13年前了 一文你怎么看呢 现在他抛出这个议题 这个民众有大家的观感 我想这个议题 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啦 第一面我们就是要来看看 为什么是郝龙斌提 为什么是郝龙斌提 郝龙斌该提吗 他是一个台北市长 虽然刚会文讲说 对他有期待领阳头 但是他把台北市政做好了吗 他如果 就像我有提到几个字 做该做的事 他如果今天 陆平专案他做得很好 他今天花博也让大家心服口服 他再来提这个事情 还有余力 那在这个时候 他很多的市政问题 都千疮百孔 问题很多 一天到晚 我看陆不平的 比陆平的要多很多 那在这时候 他这个市长 再来丢一个 感觉上跟他的 直接的职务 是没有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讲 真的是没有正当性 那唯一 唯一他为什么在这个 首题 刚刚大家也有提过 就是为了选举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也赞成刚刚大家的说法了 就是在这个时机点 可以看得出来 好龙兵的选情真的是蛮危急的 因为一般的选战的做法 一定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我一定是先去吃 夹别人的菜 夹中间的菜 公众的菜 我再回来 夹吃自己的菜 对不对 那他是先 已经发现到自己的菜 都已经被人家夹走了 自己来军的票 都已经顾不住了 所以他必须要打 这个公务人员的牌 夹心牌 然后来当做他自己的 这个选举的武器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就是一个选举的一个花招 可是这个花招在这么早使出 而且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啦 根本是 也不用陷入两难或三难什么 就是不可能啦 所以宜文现在97天 96天 你觉得还太 就是现在还太早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话题 就过去了啦 可能在选举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 想要拉拢一下这个蓝军的人 哦对你们还不错哦 你们要想想哦 以前民进党对你们怎么样啊 现在我们国民党对你们怎么样啊 自己好好想想要投给谁啊 虽然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 最快也是明年 但是先讲先赢啊 他先抢到了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来探讨说 到底公务人员该不该加薪啊 该不该加到3% 这个3%就是 以前估算就是根据 每一年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来看是3% 可是呢 大概从我跑新闻 十几二十年以来 每一年都在讨论 要不要加薪的问题 所以不是实际的问题 而是每一年都在讨论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数额实在是太庞大了 它一调到3%的话 就是214亿 那这个根源就是在于说 我们公务人员的用法 还是太腐烂了 还是有很多公务人员 在精简的时候 越精简越多 有些不会 要精简以后 人事反而增加 人事成本也没有减少 那这样子的话 你每一年都调薪3%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曾经有一度 大概好像是在 国民党时代 蓝营到绿营的之间 有长达快十年 是没有调薪的 那其实你说 每一年都在讨论调薪 其实每一年 都没有一个适合的时机 因为每一年 它都会出一些状况 我记得我们在采访 那个考试院长观众的时候 他就有说过 这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一句话 他说公务人员的 嘴里也太难听了 就公务人员的习性 他看得太清楚了 平均国家要养 应该是说 我们人民出的钱 一个公务人员 我们要养他多少年 25年 我们要养一个公务人员 平均要养25年 因为他们退休年龄 应该是在55岁 但是他们实际退休 都能拖就拖 能往后延就往后延 实际的退休年龄 大概都在60到65岁之间 所以每一个公务人员 我们都要养他25年 所以我们不是说 只是在单单的计较说 这个3% 如果是5万块的薪水的话 一个月才1500 不是单单计较 这1到3 1到3之间 要不要调 是不是一年该调一次 什么时候该调 而是要去彻底的检讨 我们整个公务员的 这个薪资的问题 还有人员腐烂的问题 这些问题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好好地彻底面对 就像关东前一阵的 关大道一砍 砍得大家都吓得心惊胆跳 没有人敢接招 所以一样啦 3%任何的时间谈 都是不合适的 那就是一个选举的话题 我看大概 差不多一个星期 也就结束了 就像统筹分配税款 也不会有个结论 而且到底要不要调薪 其实前一阵子 我们知道这个法官 还频频出包 到底要不要调薪呢 就有更多的讨论 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